但封符里面又有一块红符布封着 如果我再拆开红符布 就是完全破皱了 里面真的有一句小干尸 我脑子内窜出一个声音 滴血给我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养小鬼 但是你有听过古曼童吗 古曼童跟小鬼都是有灵魂进驻的 差别只是古曼童是 找妖的孩子被召唤来修到的灵 让自己能够有机会 转生到更高层的世界 然而养小鬼则是法术的一种 法师会利用符咒 海韵符流产之后 再将小孩的幽魂 收进柳木雕刻的小孩神像之内 从此这小鬼就会变成自己的阴兵阴将 也就是控灵术或成为养鬼术 也因为如此 被操控的小鬼执念会非常深 所以经常有反噬主人的情况发生 今天我们要来说 两则关于养小鬼的灵异故事 故事来自灵异公司的 施小姐以及王先生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 那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 因为我的朋友会去某一家诗人祭坛 他觉得我最近很倒霉 所以他想要带我过去那间问问 因为我那一阵子确实很倒霉 什么事情都不顺 我朋友要带我去的时候 我还觉得我可能得救了 虽然我在我们老家有拜神明 黑面马祖 但是我在目前这里是完全没有心灵寄托的 要回老家还要骑很长的一段路 抵达了朋友介绍的祭坛 我进去之后开始写出生年月日姓名地址之类的 之后就开始办事了嘛 他不像一般鸡筒一样 他是一般正常人跟你讲话聊天 聊天的过程呢 这位师傅跟我说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让我开始傻眼 他说你就都不带套啊 而且你旌旗不顺 要多喝姜母茶 还陆陆续续说了很多我认为神明不会说的话 接着这位师傅说 你的主神是太子爷啦 请要你去新营的太子宫 一进去庙里面 你就会跪下一直哭 听到这里 铁齿的我就开始问他问题了 我想要给他一些考验 一如我过去曾经发生哪些事情怎么处理 他也回答了我 有些准有些不准 问世完毕以后这师傅盖了印在我背后脖子那里 他还给我一张符咒 然后特地跟我强调 这一张符咒绝对不能离生 我不晓得为什么的 从盖了印之后开始 我就开始觉得情绪有点低落 一走出祭坛 我突然在门口大哭耶 我是莫名的大哭那样 当下我只想要回家 可是我想要回的是老家 莫名的想要回老家 因为时间也晚了 心想要不然我隔天再回去好了 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一个叔叔家聊天 因为今天事情真的太快了 所以我就跟阿姨说今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阿姨本身也会有感应 我就问阿姨说 阿姨 神明会说你都没在戴套的吗 阿姨就说 怎么可能啊 你在黑球的时候神明进去干嘛 我就说 我也这样觉得啊 可是那一家祭坛怎么会这样跟我说啊 而且我进去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哦 这个祭坛里面的感觉很奇怪耶 阿姨就说 有些小宫庙小祭坛 你看好像是神明哦 但是它体面其实并没有神明的灵哦 我就说 阿姨你看 他这边还给我盖印子耶 然后他还给我一张符耶 怎么办 我会不会怎么样 我好害怕哦 接着阿姨马上叫了他儿子过来 他儿子本身也是有感应的人 而且也有在修行 阿姨就说 哎 阿龙 过来 你来看这张符 阿龙哥就从我手上接了这张符 打开了一看 表情马上就变了 阿龙哥说 哦 我整个人都麻掉了耶 从手整个麻到头壳上去 我笑到一个说 那那那那怎么办 我现在怎么办 阿姨就安慰我说 啊 你现在太晚了 你明天去妈祖庙拜拜 跟妈祖说 然后拿金子跟符咒一起烧掉 我说不行啊 我要下时还等到明天 啊不然我现在回老家好了 阿姨就说 啊 这样也可以 于是 阿姨就让阿龙哥送我回去 一路上 我一直回想今天的一切 如果我没有理会 没有来找阿姨 我最后会怎么样 我越想越害怕 甚至这种感觉回到了老家 老家目前就是我阿公自己住 我拿了钥匙开了门之后 我直接往上楼走过去 我家的妈祖总是有一种思想的感觉 但是当天晚上我看她脸是生气的 那就是一种感觉知道她在生气 随后我立刻就下跪了 可她说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乱跑 接着我问妈祖娘娘 我现在该怎么办 拿金子把符咒化掉吗 就出现三个醒筷 我又问你有生气吗 又出现了三个醒筷 我不敢在白目问下去 我马上拿着金子跟那张符咒 往外面去准备要烧 我先把金子点着了 丢了进去 很平稳的燃烧了起来 一点风都没有 但是当我把符咒放进去 它随着金子一起点燃了之后 火马上变超大 但是当天晚上一点风都没有 最全的是我一烧完 那个阿姨就打来了 你是不是烧完了 烧完了赶快回来我跟你说 接着我就冲冲的抵达了阿姨家 我马上说 阿姨 我家妈祖刚刚脸好凶 阿姨就说 你就不乖 乱跑乱问 我刚刚有帮你问了 那家祭坛以后不要去了 那家有养小鬼 养小鬼的 我会知道你的过去 但不知道未来 而且他弄得不好 你可能会三魂七魄 被牵走一样 只有变成别人的奴隶都有可能 我点点头说 我知道错了 我不敢乱跑了 事后 身上的印 也交给有大行的纯正法师处理 最后 终于平安顺利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宫庙真的不能乱去 也不要乱拜 很多时候你真的不知道 你拜的是谁 之前老王朋友也有拜到阴庙 结果差点一命呜呼 以后有机会会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这个故事才真正精彩 养小鬼主人被反噬的话 还是必须要把这个小鬼处理掉 这个就是法师处理小鬼的真实事件 接下来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我们家好几代都是有在修炼办事的 包含我 但我只是一个小小菜鸡爸 有一天半夜 我在楼下吃个咸酥鸡看着电视 我看着我爸抱着一个瓮下来 看起来很像一望酒 只是上面封了符咒 我看着心想 诶这是什么啊 于是我开口问我爸 诶老爸你那个是什么啊 我爸这时候说 我望宅鬼 我听到之后眼睛都亮了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个 接着我就问了 啊爸 这个是哪里来的啊 这个是什么啊 我爸都说就有白痴乱养鬼啊 差点被鬼收掉了 来拜托我帮忙处理 我接着说你在骗啊 不过就是一个小鬼哪有那么厉害啊 你骗我不懂哦 而且里面一定是酒之类的啦 我爸就接着说 不然来打赌啊 你等下把这个瓮送去阿养书那里 如果你没有事 平安回来 我给你三千块 于是我拿了车马费 跑上楼去拿背包 把瓮塞进背包背着 我就出门了 出门前我还到巷子口 买了一包檳榔 开心的出发龙 一开始的路上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进到山路之后 该死 我脑袋好像被杂讯干扰一样哦 好多杂的那个开始侵袭着脑袋 一下子过弯吃鲜 一下子过弯推头 我马上把车子停在路边 拔了安全帽 点了烟塞了冰牙 我心想 这一条山路我跑那么多次 怎么今天跑这么不顺呢 到底是怎么样啊 抽完烟之后我忽然摸我的胸口 糟糕 我的护身欲忘记带了 我就想说没有带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于是我就上了摩托车继续骑 骑着骑着忽然超级想睡觉 马上又靠边提车 下车动一动跳一跳 奇怪咧现在才几点 我怎么会想睡觉 又点了烟吃了冰了 我感觉精神好一点之后 我又继续骑 骑着骑着 我又犯困了 但是我马上下醒 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告诉我 左转 嘿嘿嘿嘿嘿 左转 我转你个大头鬼咧 左转是悬崖啦 我才不想那么早死 于是我又把车停在路边 在我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我打开了我的包包 拿出了瓮 我要不要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啊 唉算了 我还是看好了 我拆开了符 因为如果不看的话 我可能只是质一下自己嘛 所以我就把符拆开了 但是封符里面 又有一块红符布封着 如果我再拆开红符布 就是完全破皱了 这时候我就在想啊 不然我用车灯照照看好了 说不定我可以照出有什么嘛 我就开始照 结果我一照 里面真的有一句小干尸 我爸真的没开玩笑 我还以为是酒耶 没事 一句干尸而已 怕什么 老子连阴尸都碰过了 没想没有事 刚想完这句话哦 我脑子内窜出一个声音 滴血给我 我就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 滴血给我啊 我就直接开骂 你骗我不懂哦 我滴血给你 你就破服了啦 你就可以跑出来害我了啦 这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不对啊 不是封符了吗 为什么这小鬼还可以干扰我呢 难道是我疯了吗 还是 这小鬼真的法力强大 于是我就把旺塞毁了包包 一路狂塞冰囊 狂奔到养书家 把旺交给了养书之后 养书就看我精神不济 他又看了旺上的符 开始念我爸说 这个死老头想害小孩也不是这样玩的啊 只封一半是想害死谁啊 接着养书 接着养书就带我上去神明厅 帮我静一静 然后从神像请了一块玉佩下来给我 叫我带着慢慢骑车回去 回到家以后 我爸喝着小酒看着电视 他在我回来之后笑着对我说 哎呦工夫有进步哦 整只好好的回来 来来来来来三千给你 只是哦还是个屎菜鸟啦 不过就要一只旺宅鬼 连整个发青跟拉青史一样啊 真是没用啊 我觉得有点丢脸我就说了一句 坑 我要去睡觉了啦 这时候老爸叫住我 拿了一张符给我 叫我化掉洗澡再去睡了 接着呢我爸又补了一句说 你护身玉再不带啊 再铁齿啊 你终有一天会吃到根啊 这个要学起来会考 于是我就默默的上楼了 这三千真的不好赚 这两则养小鬼的故事 你喜欢吗 老公觉得养小鬼真的不要碰啦 很多人跟我说 古漫头没事 还可以招财带贵人 但是我真的不敢恭维 你呢 如果有一个机缘能让你供养 你会养吗